剛剛現在大家把這個庭院簡單的弄好之後 你若要一個那個石頭的步道可以嗎? 像我們剛剛在這邊有看到一些同學的作品嗎? 我們這裡面就有那種石頭的步道啊 對對,你可以這樣,那也可以像 像這裡,有沒有像這樣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就是石頭的 都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也是用我們剛剛的房間就可以解決的 但是心中要先有想法 因為你在畫的過程裡面,它是亂跑的 什麼意思呢?我看一下 假設我有個步道,想要從這邊這樣走走走走到這裡 那我是不是要畫這樣? 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們是多邊形嘛 所以在我畫的過程裡面,它不見得是照這個形狀 那你就是要堅持自己的目標走回來就對了 呵呵呵 好,所以我現在呢進到 繪製房間 好,記得喔,2D喔 不要再3D嘛 你就點一下 放開 點一下放開 有沒有發現它走的跟我要的不一樣 對不對? 不要理它 來 堅持一下 你再慢慢走回來 有沒有這樣路慢慢走出來了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齁 好,那走到最後面 好,假設到這裡 然後再彎回來 好,到這裡 最後結束,多多兩下 多多 這樣是不是又一條? 好,記得一件事情 是不是畫完了要回到箭頭 好,現在我在上面多多兩下 你就來文理這裡 就不要吵了 找石頭的石 有很多石 我看一下 喔,這裡有 石頭的,有沒有 對啊,你可以找找看 我記得 應該有比較可愛 比較好玩的 五層堡 這是強的 石地板這個可以齁 啊,或者是如果你是比較 像是鵝卵石的啊 這個也可以 我們看看 這樣子好了 來,確定 確定 有沒有這樣就鋪上去了 那你說你真的石頭 擺這樣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但是你要擺很多嘛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用貼圖的 用貼圖就比較省事 就可以偷吃布這樣子 雖然它的缺點是沒有 比較沒有那麼立體感 因為畢竟是一片而已嘛 但是其實是還好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柵欄的柵 你會找到一些 那麼其實在戶外這個類別裡面 在戶外這個類別裡面 它後來也有增加了 有沒有這種 樹梨 對不對 建樹也不錯啊 像這個 最近這個 像櫻花啊 像這個就是最近增加的 好 那我就找這個樹梨好了 它有大的有小的齁 所以我就找這個樹梨 按著丟出來 好丟出來 那我丟出來之後 這樣是不是這裡又一個了 那請問你 如果我直接說話好不好 依達 各位有沒有感覺 好噁心喔 哈哈哈哈 這樣不好對不對 所以說 你這個縮放效果就比較差 那怎麼辦 複製是一個方式 可是如果你再丟一個 再這樣過來 我們有時候高高低低的 位置是不是差一點點 所以呢 這個地方 你可以參考一下 通常我會這樣做 按住Ctrl 你看我按住Ctrl 一拉 有沒有覺得我下面的符號變了 變了 蛤 有沒有感覺我下面的符號變了 變一個加號 因為我按住Ctrl鍵了 這樣是不是就複製 可是我希望它能夠水平或垂直移動 我要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 就是Ctrl按著 等一下 來 Ctrl按著 加上這個 因為我要水平或垂直移動 是不是加ship的 所以這樣一拉 有沒有就是水平 水平的複製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1變2 按住shift 可不可以加選 兩個一起選起來 2可不可以變4 這樣你了解了嗎 4就變8嘛 再把它按住shift 加選 好 我現在4 再按住Ctrl加shift 這樣就變8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你可以像這樣子 就比較快 但是 我這樣雖然是很平 也很方便複製 可是我這個間距有一樣嗎 有可能不太一樣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我這個 而且我這裡又超過了 所以我現在把它拉進來一點 好 我現在這裡進來 那我就以這裡跟這裡 當作頭跟尾 我希望它們好對齊 那你要這樣匡選 是一種方法 這樣是不是全部選到 可是這樣有個缺點 有沒有發現我連地板都選到了 對啊 所以說 各位 我們上次講過嘛 阿沒有 就是剛剛而已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可以選 按著它 不用打勾啦 按住喔 像阿婆主按住不放 溜滑梯 有沒有溜滑梯 全部選起來 可以吧 這樣比較精準嘛 好 全部選起來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找到家具 不好意思 在3D 就用3D裡面 3D模型稱作家具 因為它主要是做室內設計嘛 好 你看 因為我同時選到多個 你有沒有感覺 這邊有一些工具 看起來 好像是用來做對齊用的 有看到的齁 家具這個選單 有沒有 但是前提一定是 你選到兩個以上 兩個以上才有做對齊 一個就沒有 那我比如說 如果你不確定它有沒有 靠到頂部對齊 我可以按一下 那這邊呢 就會對好 那我現在呢 不只要對齊 是不是間距還要幫我平分一下 而且我剛好特別把 第一個 跟最後一個 是不是都已經擺在裡面了 所以我這樣選起來之後呢 它 等距就會 以這個頭 這個尾 當作是我的 前面跟後面 中間平均分配 所以我現在來這裡 加距 有沒有看到水瓶等距 或垂直等距 這個 好 我就水瓶等距 有沒有 這樣我可以很確定 每一個都是一樣 這樣了解的 所以有些時候 如果你要快一點的 可以像這樣子去做 就會方便很多 那上面有的 請問可以直接複製到下面嗎 按住Ctrl 按住Shift 往下一拉 這樣應該夠偷懶吧 這樣不就另外一邊也有了嗎 當然如果你要做微調 也可以用什麼 鍵盤上的方向鍵 比如說我只擦一點點 有沒有感覺我盪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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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上課很少盪學生的 但是 這裡要盪很多 然後向下 你就可以稍微 位移一下 往上往上 就上下左右 你就可以做一些微調這樣子 這樣 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前面 可以 放門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有沒有門 我們這裡面有門 這裡 圍裡圍牆 然後有那種開門的 你可以找找 待會呢 看一下 好 用這種門好了 簡單的門 就可以把它擺進來 那你可以轉個方向 各位有沒有感覺 真的像在辦家家酒一樣 因為你只是負責把模型叫進來 你也不用自己做啊 但是效果就蠻不錯的 對不對 好 那你就拉動一下 就把這個 把它放好 這樣子是不是就有一個門了 就放進來了 那如果你現在有高有低 就可以調整一下 但是這邊需不需要一個圍牆 我們剛剛講 實用佔地不是有兩個做模型的能力嗎 一個就是地板嘛 另外一個就是牆壁 好 所以我現在就來講一下牆壁囉 其實老師跟各位說 這個講完之後 你實用佔地大概就會超過一半有這樣的功能 真的真的 只剩下蓋房子跟挖地下室 就這樣而已 那我們先找到這裡 有沒有 箭頭的 右手邊 手在右手邊 這就是建立牆壁 一樣按下去 它還是有一個提醒 而且這個提醒還特別多 但是我知道你不想看 好 我們就關閉 就確定就好 一樣它是多邊形工具 那我們先小試伸手 就是來這邊 既然是多邊形工具 就點一下放開就好 所以我上面需要圍牆 點一下放開 你看我移動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牆跑出來了 不是只有上面 你看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 好在這裡 點一下 移過來 有沒有下面一個牆跑出來了 好那我就到這個門這邊 好結束怎麼樣 兜兜兩下 兜兜 這樣這邊就結束了 另外一邊也一樣 好如果說你是用這種方式的 那我就從這邊 點一下 往上走 往上走 結束 兜兜 好這個時候 我已經有兩面牆 是在這裡 那麼各位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它預設的這個牆 的高度 的高度 未加過未加 250公分 那麼牆的厚度 這個厚度 是14公分 14公分 現在是有點太高嘛 所以各位我們牆壁畫好了 先回到這個箭頭的工具 因為我要去調整它 所以你就回到箭頭的工具 好一樣的 好看你要調哪邊牆 隨便你 再跟做地板一樣 兜兜兩下就好 兜兜兩下 對有沒有看到 自定義牆體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很精準的 你可以告訴它 起點終點的那個 S軸 Y軸坐標 那我們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牆高250 牆的厚度 14公分 對不對 所以像一般來講 這個的話 我們大概不溫太高嘛 所以我們比如說 大概120 我們按一下確定0 好 有沒有感覺矮了一點 對不對 就調下來了 那當然這個節點 也可以做調整 你看我 本來這樣是不是移動整個牆壁 如果你移到端點上 有沒有跟我們牆壁一樣 端點上是變這個符號 對不對 變成十字的 你就可以移動 如果說 剛好有碰到一點點 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這邊好了 另外一邊是一樣的做法 咚咚 點錯了 點到竹子了 好 把竹子放進來一點 咚咚 一樣 把這個變120 好 兩邊的都好囉 你加 好 那 現在呢 這樣兩邊都好了 可不可以幫他上一點材質 可以 但是各位應該知道一件事 牆壁有沒有分兩面 你們家的外牆跟內牆 會不會是一樣的材質 理論上是不會 對不對 因為外牆 風吹雨淋嘛 所以他要比較 一般可能材質上 要跟裡面的不一樣 外牆要用那個 油漆嘛 內牆要用水泥漆嘛 還是你們家是七點老的 那味道一定會特別重 好 所以你才知道說 其實 要蓋一棵房子還真的不簡單 很多事情要注意 像最近有沒有 搶水台很重要 哈哈 你們家沒有插槓跳 有插槓跳有停水 哈哈哈哈 今天又停水了 好 那我們一樣在牆壁點兩下 抖抖抖 來你看一下 上面他有講 左邊的牆跟右邊的牆 但是我怎麼分左右 重點來了 因為拆錯的時候可以對調 這是一個方式 但是 命中率我們還是希望高一點 你要怎麼看 看他當初怎麼畫 你看下面這裡 如果你當初是由上往下畫 你會看到牆壁會有這個箭頭 所以呢 这代表你人 站在这一边 有没有 人站在这边 请问这边是左边还是右边 从这边往下看 这里是不是右边 对不对 这里是左边 那相反的 你人在下面 这样看过去 这里是不是左边 这里是不是右边 所以有没有发现 画的方向不一样 左右会颠倒 所以了解这个概念之后 你来看我现在这个 你觉得我这个是画哪个方向 由下是往上 对不对 所以 我的左边是不是在这里 右边在这边 你了解了 好所以 我现在就 当然如果你材质一样就没有差 好那我就按一下文理 好我来用砖墙好不好 红砖墙 所以我打一个砖块的砖 没有打一个红 有红砖墙的红 这里这里 有没有 外面有看过这种了吗 也有那种壁纸是长这样子的 对啊没有的时候就 好你看我先左边我按确定 有没有左边就变了 在这边 右边是不是还没变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就很轻松的 是不是就改变了 好那一样点两下 右边的 假设我要做一样的点下去 各位你不用再找了 因为你最近用过的也没有放在下面了 所以就点它一下是不是就选到了 好就按确定 确定 这样有没有两面都好了 另外一边怎么办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你疯了 我一次 诶各位 你们用Office 不管是Word Powerpoint 请问有没有用过一个图式 是一个哨把的 请问那个是什么功能 对啊 为什么这个格式不能复制过去 我们使用整体也有这个功能 所以你点到这个墙壁 按下什么 Ctrl加C 复制 你看我现在按Ctrl加C 我现在是复制了 可是我并不是要复制墙壁 我是要复制它的样式而已 所以我点到我要套用的对象 在上面